在他70岁跟80岁的时候 他去鉴赏绘画 他都会把这两枚印章 他蛮大的哦 都盖在这个画的正中央 那在这次的人气国宝展 其中一件作品上 也有这两枚印章的其中之一 观众可以去找找看 我是胡卢文 现在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器务处的助理研究员 也是这次人气国宝展的 策展团队成员之一 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是 在南苑人气国宝展展出的一套 乾隆皇帝的印章 乾隆皇帝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 他非常喜欢盖印章 最有名的就是在 富春山居子民圈上面 印章是盖到连一点的空间都没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乾隆皇帝的印章 真正长成什么样子呢 那个实体的印章今天很难得的就展出了一套 在绘画上许多的古画上都可以看到 他的印文呢第一个是古希天子之宝 第二个是八真茂念之宝 这两枚印章分别是他七十岁跟八十岁的时候刻的 古希呢就是很少人有可以活到七十岁 对古人来讲八十岁就是更困难的 尤其当皇帝啊 他们的梦想就是能活长一点 整个中国历史上超过八十岁的皇帝只有五位 其中一位呢就是乾隆皇帝 所以对于他而言这个八十岁生日是一个很值得 文章显示他这个皇帝呢作为一个圣王 又得以长寿这件事情 他是感谢上苍而且呢非常开心 不过啊根据我们的研究 这两枚印章因为他是用碧玉做成的 所以这两枚印章的边角是很锐利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真正盖在古画上的印章 而是在清宫里可能有石头座的 古希天子之宝跟八真茂念之宝是真的可以盖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很少皇帝像乾隆皇帝这样刻了这么多丝章 因为在古代的官方文书上是有关系的 乾隆皇帝尤其是非常热爱书画鉴赏的一个皇帝 那我们的这一组印章就是反映出 皇帝他作为一个鉴赏家 跟作为一个人他最想要的 他最期盼的就是长寿健康等等 那他跟我们也是有一样的心愿 在同样的展览里 第二单元是讲高市出游 同样也有乾隆时期制造的一个文物 就是非常著名的雕橄榄河洲 这个河洲非常小 大概只有两到三公分 船的上头有八个人 船的底下刻了赤壁腹 总共三百多字 那个船啊它是一个河桃 上头呢它的窗户啊是可以开合的 但是大概在明代末年的时候 就在苏州那一带 非常流行磕小河洲 这种小河洲常常会去谈 苏世的故事 因为其实啊 一般的文人他们是有一点鄙视太过 降气的金工 所以把这个金工套上一个文人的故事 就让这个艺术品的等地啊 或者是它的品质 好像升等的这样 那乾隆皇帝呢 他当然自诩是一个文人 所以呢 他特别叫他的一个宫廷里的象牙雕师傅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祖章 他把陈祖章找来 就做了这个河洲 当年就在他雕的这个河洲之后 乾隆皇帝就让陈祖章加薪了 因为这个好像表现出了 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文人 好像可以跟苏世遥相唱和的一个 实际上看得到的文物 那这件作品现在也 在南院和另一件 同样是河洲雕刻的作品放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件作品看到 从晚明以来 在苏州非常流行的 一个我们称之为 苏州样的河雕呢 两个作品可以互相辉映 很难得可以同时展出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观众 可以到展场去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